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定觉醒自己先成佛 然后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大家来学习佛法 然后学习了以后 大家好好的修心 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 然后成了佛以后 去读无量的终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壳 我们这个壳也就是大漠泼香轮 然后大漠泼香轮里面有十多个文答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第八个文答 文 由此三居经节行六波罗米 方能成佛道 方能成佛道 本来就是所有的大乘佛教里面讲什么呢 就是说扑合摩杀 菩萨大菩萨 他们成佛是什么样的方式成佛呢 就是首先第一个 持节 持善聚经节 善聚经节 这个当中实际上就是包含了所有的大乘佛教的菩萨节 实际上这个当中也就已经包含了不仅仅是菩萨节 实际上这个当中已经就包含了所有的大乘佛法 首先这样子持节 然后绣波罗弥多 遛波罗弥多 这样子以后才能够成佛 那么这个是所有大乘佛教都是这样子人为 但是大墨诸实讲的就不一样 就是说仅临学者 今天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学修心人 学者就是修心人 只需要 只需要什么 为止关心 只需要关心 不需要前面讲的这些 比如说三聚经经节 然后六波罗弥 那么这些都不需要 只需要一个关心 那么关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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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不需要去 不需要修 不需要信 这个六波罗弥 那么这些都不需要 这些都不需要 只有一个关心就能够成佛 只有一个关心就能够成佛 那这两个不就是矛盾吗 就是说温大墨诸实 那你这个大乘 整个大乘佛教都说 要这个持节 秀这个六波罗弥 都是怎么讲的吗 那么你这个地方 就是知所关心 其他都不需要 那这两个不就是矛盾吗 这是什么回事呢 打 散聚经节 者 散聚经节 什么叫散聚经节呢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散聚经节 这些所有的节的 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既知散度行也 就是为了控制我们自己的贪嗔痴 修这个散聚经也好 修波罗弥多 信波罗弥多也好 他们的最终的目标 那么就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的 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断除我们自己的贪嗔痴 散读 之三度 成五粮散局 如果能够只三度 如果能够控制贪嗔痴 如果能够断除贪嗔痴 这样子的话 就自然就可以聚集无量的善 自然就可以积累了无量的功德 记啊 记是什么意思 这个聚是什么意思啊 散聚经 聚是什么意思呢 回也啊 就是回啊 就是很多很多的功德啊 实际上就是聚集在一起啊 就是失守很多的功德啊 慧也就这意思 无量善法 铺慧于心 无量的这个善法啊 铺慧 铺慧就是全部啊 无量的这个善法 全部啊 就是聚会在啊 寄居在自己的心里啊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啊 这个控制或者是断除啊 谈称痴这样子的话呢 自然而然啊 就有无边的啊 这个物极的啊 这样子的这个善法啊 就自然就可以啊 这个聚集 在自己的心里 孤明 善聚以经戒啊 所以呢 就是这个善聚经啊 善聚经 首先就是说 善聚经啊 节 那么聚的意思呢 前面就已经讲过了啊 那善聚经 经戒 虽然是没有啊 这个普通的大乘佛教里面讲的啊 就是没有这么去解释 没有这么去做 但是呢啊 就是这个断除了自己的谈称痴啊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目的呢啊 都已经达到了啊 就是目标结果啊 都是一样的 虽然这个方法啊 是不一样啊 方法是不一样啊 但是呢 结果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说啊 所以就是说 比如说啊 你在这个行为上啊 言行举止上面 做很多很多的调整啊 然后就是吃很多的节 梗啊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直接啊 去这个 争悟自己的心啊 把心理的贪嗔痴 全部啊 除掉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两个的 最终的啊 目标呢 啊 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就大目桌是 就是说啊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不矛盾 六波罗米这 即经六根也 啊 六波罗米的这个 呃 它真正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要清经啊 自己的六根啊 言而必是神 然后疑啊 这个就是呃 言根而根等等 这叫做六根 那六根自然的呃 情景啊 六根自然的情景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叫什么呢 啊 这叫做六波罗米 啊 六波罗米 呃 它比如说 不是呀 吃节呀 是不是一定要啊 比如说啊 拿这个 这个财啊 财啊 或者是东西去 不是啊 啊 或者是呃 就是要去吃 瘦很多很多的节 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呢 嗯 啊 当然很多人也可以这样子做 这也是特别好的方法 但是呢 这个呃 并不是说啊 所有人都一定要就这么做 啊 这个呃 实际上这个大木祖师他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呢 他讲的都是上等根基的啊 这个修行的方法 那他并不是说啊 并不是说我们比如说中等根基啊 尤其是下等根基啊 他们就不需要去这个吃节啊 他们不需要去这个行持六波罗米啊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真正的能够啊 啊这个真悟啊 真悟啊 真悟 那么你就是一个上等根基啊 这样子的人能够顿悟啊 这样子的人的话呢 那么啊 你在这个真悟的智慧当中啊 啊 这个散举经节 还有就是六波罗米这些都已经包含在这个当中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你真悟了以后呢 啊 你就秀这个真悟的境界啊 秀这个 你就坚持啊 这个真悟的境界 那么这个当中呢 啊 就就所有的包含了 你不并不需要啊 比如说我就啊 就不不秀这个境界啊 不维持啊 这个境界啊 然后呢 去这个做捕食啊 然后就做吃节啊 秀人肉啊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 啊 就是说这个不需要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啊 入菩萨心轮的智慧品当中啊 也说了啊 前面的 比如说这个 最后就是这个六智慧智慧品啊 那么智慧品的开头的时候 也说了之前的六波罗米多当中的前五个啊 都是为了这个啊 这一这个这个 低流 低流 就是这个智慧啊 智慧波罗米多啊 就是为了这个智慧波罗米多啊 前面将的啊 不失呀 人肉呀 全部都是为了啊 就是这个啊 智慧啊 回毒 或者是这个 薄弱波罗米多啊 就是智慧波罗米多 都是为了这个啊 那么都是既然都是为了这个的话呢啊 那如果是上等根基的人他就直接就憎悟了啊 已经拥有了这个智慧的话那他是不是还要从头去啊 比如说智慧啊 比如这个啊 人肉啊 这是不是要 一定要去做这些呢 行事呢 他就觉得这个不需要啊 但是前提的条件啊 那就是你首先就是一个上等根基啊 上等不上等 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 反正就是唯一一个标准 你就是一个正悟的人的话啊 你就是一个正悟的人啊 那么你就打坐啊 你就维持这个正悟的境界啊 先暂时不做啊 比如说这些呃呃呃 身体啊 语言啊 上的这些山法啊 深造深造深造的这个山法啊 欲造的这个山法啊 这些钱我现在是不不做啊 我就知识这个空心的境界啊 行不行呢 啊 大墓祖师说行啊 可以的啊 这个我们后面我们会讲啊 这个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这个要要理解上啊 不能有有错啊 呃 不要以为呃 禅宗啊 或者是这个大墓祖师啊 他们呢啊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啊 吃劫啊 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行持啊 六波罗密宗啊 只是一个关心就所有问题解决了 是不是在说这个呢 那当然不是啊 这个也得要看什么样的根基啊 什么样的根基的人 嗯 嗯 这个特别重要 但是这个没关系 我们下面呢 会会会会讲得更加的清楚一点啊 嗯 下面呢 他这个有好几个文答啊 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啊 所以说下面我们可以讲啊 清经柳梁啊 清经柳梁是什么意思呢啊 这个我们啊 也就等一会儿可以讲 简单的说 清静柳根不清静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的眼根不清静 不清静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 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 这个就是我们柳根 眼根不清静的最后的结果 是这样子 然后清静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清静了以后的话 比如说霸地菩萨 霸地菩萨 霸地菩萨他眼根清静 眼根清静了以后 他看到的这个世界 就是看同样一个世界 他看到的就不是我们想看到的这个世界 他看到的这个世界 就像极乐世界一样 极乐世界一样 所以这个世界的清静和不清静 这并不是这个世界它本身来决定 那谁来决定呢 它清静和不清静 使我们的这个柳根或者是柳石 他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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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柳根不清静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是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如果是柳根清静的话 那就就是像霸地菩萨一样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六根清静和不清静是什么呢 比如说六根不清静的时候 我们眼睛看到了这个物质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眼睛 实觉它本身也就有一个执着 比如说有些东西看 比如说很刺眼我们不像 比如说心里面我想看这个 但是因为比如说很刺眼不像 不能看眼睛他就不接受 比如说收集的屏幕看多了以后 心里面还想看 但是因为眼睛不支持 眼睛疼不支持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不了 然后这个就是他眼睛 他本身失觉 他本身就是有一个 比如说某些东西他想看 某些东西他不想看 他咀嚼 他本身也有这样子的 然后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们去看看绿色的 比如说书页等等 这样子的时候眼睛很舒服 或者是看蓝色的东西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心 并没有想看这个 但是眼睛你转过去以后 就是感觉舒服 他要看他想看这个 因为这个光或者是这个颜色 对他特别的适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眼视 实觉他的执着 他本身也是有执着的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眼睛看到 物质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意识 就是通过这个实觉 然后再去分析 外面的物质 然后最后他去执着 执着 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轻轻 然后当我们争悟了空性的时候 争悟了空性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 外面的这些东西 早样他可以看到的 但是他看到的就是像入患入蒙的 根本就没有执着 一点执着都没有 那么这也就是一个 柳根清净和不清净的一个差别 所以这个柳根清净不清净 我觉得就有这么两个角度可以去理解 两个角度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 六波罗蜜 什么叫六波罗蜜呢 六根清净就是六波罗蜜 六根不清净的话 那就不叫六波罗蜜 那么你现在比如说开悟了 真悟了 那么柳根就清净了 虽然还没有达到霸地菩萨的境界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两种 这个六根清净当中 虽然是没有霸地菩萨的这个六根清净 但是正无的人的这种六根清净 它是有的 所以他已经有了这个六波罗蜜了 所以他真悟了以后 他就修这个真悟的真悟的这个法 他就修这真悟的法 那么其他散尸他不修 那行不行呢 可以的 是这个意思 那六波罗蜜什么意思呢 胡名 六波罗蜜 胡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那个时候呢 比如说其他的国家 或者其他的民族啊 很多时候都叫做胡 或者是那个时候的西方 也叫做胡 胡名 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 这是就引渡 繁文当中呢 这个叫做波罗蜜 那么这个繁文的这个波罗蜜 意思是什么呢 韩明 大彼岸 就是到达了彼岸 这叫做波罗蜜 以流更清津 不然流沉 六更清津 不然流沉 流沉 是什么呢 流沉 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 眼睛所看到的无知 耳朵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啊 这个眼耳闭色神 疑的六个对境 六个对境 叫做这个流沉 在佛教里面呢 这六个叫做流沉 实际上就是六个外经 六个外在的无知 光 还有就是这个声音等等 那么不然流沉 几时流 即时堵烦恼河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堵过了这个烦恼的河 指菩提岸 到达了这个菩提的这个彼岸 到达了菩提彼岸 古明六波罗蜜 这叫做六波罗蜜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大魔这个无心论里面啊 讲了我们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大魔无心论里面啊 他说什么呢 说厌见蛇 时不然与蛇 然后耳闻 神 时不然与神 就是这些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们刚刚讲了眼睛他本身也就去执着啊 有些东西呢 他愿意看有些东西他不愿意看啊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思觉参胜了以后呢 然后一是啊 一是啊 一是啊就去执着啊 他把这个眼睛看到的东西啊 当作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啊东西 然后去判断 然后去驱舍 然后驱舍判断之后呢 啊就是产生啊 这个烦恼啊 这个愚亡啊 还有就是啊 这个啊 眼帆呢啊 等等 那么就是这些啊 那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燃啊 眼见蛇 蛇 大家都知道的是眼睛看到的物质啊 眼睛看到了这个物质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个眼睛是五分别的啊 眼睛啊 眼睛是五分别 这个地方的无分别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佛菩萨的智慧 有些时候也无分叫做无分别 它不是啊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无分别呢 无分别就有除息之分啊 除无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意识啊 去思考啊 判断啊 分析啊 那这些就叫做除这个分别念 细分别念呢 啊我们的二世眼神 他们也有这个分别念 那么这个地方呢 啊就是眼睛看到了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意识呢 啊不去执着 不去他看到的东西 不去执着他看到的 不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不燃雨色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眼见蛇 燃雨色啊 燃雨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看到某一个物体的时候呢 啊然后首先第一个呃他把这个物质啊当作是真实的啊 然后第二步呢啊开始对这个物质啊开始产生羽亡啊或者是反甘啊 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燃啊 啊真悟了以后呢 真悟了以后第一个他眼睛看到啊 眼睛看到了这个无智的时候呢啊 他眼睛本身啊也就不执着啊 而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意识就是通达了这个已经通达了这个无我空心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不去执着了 那他就立即就知道啊 这个他看到的是如幻如猛的 那么这个就叫做啊 不燃雨色啊 这个叫不燃雨色 这个是大摩五行论里面讲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啊 眼见色时不燃雨色啊 什么叫燃什么叫不燃啊 就是这个啊 那么我们下面讲的这个啊 这个婆相论里面讲的啊 大摩婆相论里面讲的这种柳根清净和不清净啊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燃与不燃啊 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意思 简单的说啊 凡是正无空心的人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啊 都是啊 清净或者不燃啊 凡是没有正无的人 我们普通的人所看到的啊 说听到的啊 那么这些都是啊 不清净啊 或者是有燃啊 这样子 还有一个呢 之前我们也也讲过了 在大悦门或者是密法里面呢啊 那么他就有一个另外一个词汇啊 另外一个词汇是什么呢 叫做柳根柳根自解脱啊 柳根自解脱啊 柳根自解脱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啊 无质 但是呢 他没有执着啊 然后呢 当我们的这个听觉 听到了声音 但是呢 对声音啊 没有执着 那么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言识自解脱 耳识自解脱啊 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啊 这个词汇啊 但实际上呢 啊 都是一个意思 所有的 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个 这个柳根清净也好 柳根自解脱也好 柳根不燃也好啊 那么要做到要大到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这个层次的话 那么就是要证物空心啊 而且证物空心的这个啊 程度啊 也得要稍微要高一点啊 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呢 才能够达到这些啊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证物空心的话呢 那么这些这个柳根清净啊 这个柳根不燃啊 或者六根自解脱呀 这些都是做不到的 根本就没有基础了 根本就做不到 证物了以后呢 才能够讲这些 好 这是第八个文档 那么简单的说的话 就是大摩祖师就是说 如果我们证物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当中啊 已经有了这个三句经节 然后呢 也已经有了这个六波罗谜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是不是一定要去这个布施啊 是不是一定要去收个结啊 那这个当然也可以做 但是呢 如果它是一个上等根基啊 一个顿根啊 不是这个一个里根的人啊 顿悟能够顿悟的人这样子的话呢 它也不一定啊 一定要去啊 一定要去这个守个结啊 一定要去这个啊 做个这个布施啊 是不是一定要念个什么呢 他说这个也不一定 好 这是第八个啊 这个文档 然后呢 第九个文档 文 如今 说说 说说 三句经节者 什么是三句经节呢 首先第一个啊 三句经节就是说 首先这个菩萨节当中的这个第一个就是驴翼节 驴翼节是什么意思呢 是短一切恶啊 就是这个啊 就是收节的时候呢 法时啊 断除所有的 比如说像杀盗阴亡啊 这样子的这个结啊 这样子的这个罪过啊 断除法时 断除这样子的罪业啊 那么这个叫做驴翼节 这是第一个 是修以且善啊 这是为了一切终生啊 法时啊 如果自己的 这根据自己的能力啊 修能修的所有的法 就是说心持啊 自己能能做的所有的善事 那这个叫做啊 第二个这个 第二个这个啊 大乘佛教的菩萨节 叫做舍散法节啊 舍散法节 这是第二条第二条节 然后第三条节呢 是读一切众生啊 是读一切众生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 饶意众生节啊 那这三个呢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三居经节啊 平时大乘佛教啊 菩萨节里面都这么讲啊 小乘佛教里面呢 没有这种说法啊 这三居经节呢 就是大乘佛教的经节 那这个佛经里面呢 是这样子讲的啊 讲了很多 还有这个每一个的 可以分很多很多啊 细节上 尽尤威艳至散读心啊 刚才前面讲了啊 那么这个大木祖师呢 他只是说能够这个 断出自己的散读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其他都不需要啊 其他都不需要 那这样讲的话呢 啊 其不闻一又怪也啊 就是说这两个不就是 就有矛盾吗 怪就是矛盾违背吗啊 就是说大乘佛教啊 佛经里面呢 就是说三居经节 三居经节是什么呢 啊 就是说要要施端啊 法师要断掉一切的这个 呃 罪恶 法师要秀一切的法 法师要度一切终生啊 大乘佛教是这样 那么大木祖师呢 这都不需要啊 这些都不需要 只是啊 这个断出自己的散读啊 谈成词就可以了 那这两个不就是啊 这个文字啊 这不就是矛盾吗 啊 也就是问啊 就是今就就呃 接着前面的这个文体啊 再问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嘴文啊 这也叫做嘴文 嘴文了另外一个问题了啊 问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 嗯 答 大木祖师啊 自问自答 然后呢 就答啊 佛所所谨实正是驴啊 佛经里面讲的呢 啊 都是真实的啊 佛不会撒谎啊 佛经里面呢 啊 不会有这样子的王遇啊 都是真实的 菩萨莫赫萨 于国取淫种 修行事啊 为对散读啊 伐散十愿啊 菩萨莫赫萨啊 菩萨和大菩萨啊 就是在过去的啊 这个修行的时候呢 他就要发这种三种啊 十愿 发三种十愿 呃 什么三种十愿呢 是断一切恶啊 骨长齿节 就是为了断一切的恶啊 所以啊 他要吃节 那么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对于贪毒啊 他为什么要吃节呢 他吃节的目的是什么呢 吃节的目的就是最后就要端啊 谈啊 端这个贪毒 或者是贪心啊 贪婪 为了端贪婪啊 贪心啊 然后菩萨啊 就是这个吃节 那这个吃节的目的最后呢 也就是为了啊 端除谈啊 谈毒 事修一切善啊 这个就是这个菩萨的三句经节当中的第二节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骨长喜定啊 长啊 经常就是要去修禅丁 修禅丁 那么这个修禅丁是对于什么呢 针对什么呢 针对臣啊 就是为了断出这个愤怒 断出嗔恨 嗯 所以菩萨啊 就是要去这个修心 嗯 菩萨就要修心 那么这个呢 最后呢 他的结果呢 还是啊 断出这个臣 臣度 事赌一切终胜啊 这是第三个 这个第三条节 第三条节就是法事赌一切终胜啊 谷长修慧啊 就是因为要读终胜的话呢 就是需要职慧啊 需要这个正无 所以就是嗯 修这个回 那么修回是就是为了什么呢 对于齿啊 啊 这个就是针对齿啊 就是为了断出这个齿啊 啊 修回啊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散据君散据情节的这个呃 本质啊 就是解定慧啊 然后呢 这个解定慧的这个啊 作用是什么呢 这是断出啊 他最终就是要断出这个啊 谈生痴 断出谈生痴 所以呢 就是啊 这个大摩就是说 如果能够指自己的三读啊 那这个当中呢 已经有了 已经达到了啊 这个三读经节的结果啊 这结果已经就达到 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嗯 这个心识啊 有没有啊 都没问题 就这个结果已经有了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端出自己的谈生痴啊 这样子的话 啊 那么 就不需要啊 不需要其他的解 这里面已经都都包含了 嗯 这个意思 由 持 入室 戒 丁 回 等三中 经法 古啊 前面的这个三个 这个 持这三个 这个三中啊 经法就是三个 戒丁慧的原因啊 能炒 必三读啊 那么就是他就能够完全可以超越 谈生痴 有戒丁慧啊 就能够这个 超越啊 这个 这个 谈生痴 三读 成佛导也啊 那么他就可以成佛了 那所以呢 啊 这个 呃 呃 呃 能指 散 毒啊 最终就是这个作为一个目标啊 那这个是没有错的 大目就是说没有错的 这个跟前面讲的这个佛经也不会矛盾啊 不会有什么矛盾 嗯 佛经的这些大乘佛经的这些所有的他的目标呢 最后也就是这样子啊 啊 然后呢 这些有了这些断除了自己的贪嗔痴以后呢 啊 那就是 这个佛的这些功德呢 自然啊 也就有了啊 然后他也可以能够赌终生 那这是这个意思 嗯 呃 这个当中已经包含了啊 啊 助恶消灭 嗯 所有的这个罪恶都可以消灭 那这个叫什么呢 名之为短啊 这叫做短 嗯 以能持散聚经节 前面讲的这个三聚经节啊 则助善举足啊 如果是有这个这个断除这些这些罪恶的话呢 那啊 或者是说如果能持前面讲的啊 这个三聚经节啊 那么所有的山发也就举足了啊 名之为修啊 这个叫做修 短啊 修 嗯 以能断啊 以能啊 以能断额修山 则完心成就啊 所有的这个 嗯 这个修法啊 都就成就了啊 就达到了这个所有的目的 自他举离啊 就是自立离他 这样子的话 自立离他 普及群圣 嗯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普渡一切的这个终圣啊 古明解脱啊 所以呢 这个当中呢 解脱啊 也就在这当中就包含了啊 实际上这个叫做解脱啊 古直 所修 结心啊 不离心啊 所以呢 我们修 修这个 修啊 吃结也好 修心也好啊 这些都是 从心开始啊 如果是我们 这个吃结啊 这个还有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善事啊 但是呢 这些都不理于啊 或者是跟我们调伏自己的心 或者是端出自己的烦恼啊 没有太大关系的话啊 没有太大关系的话 那么这些善法啊 这些善法啊 这些善法都是啊 不是善法 不是善法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法啊 所有的修法 他最后呢 啊 就是要 就是不能离开于我们的心啊 就是如果是他能够断出心中的烦恼啊 那他就是达到了目的 然后呢 他能够增长我们心中的智慧啊 慈悲 这样子的话呢 他也是啊 就达到了这个修行的目的 虽然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啊 善事啊 但是呢 心里啊 比如说处理心啊 菩提心啊 智慧啊 都没有增长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贪嗔痴啊 这些一点啊 都没有减少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虽然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啊 啊 念了很多的经啊 但是这些呢 呃 跟解脱呃 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大摩诸师的 他的真正的意思啊 所有的不离于心 若自信清净 则一切佛徒介系清净啊 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清净了以后呢 啊 那么外面的世界会清净的 实际上呢 啊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啊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啊 这个佛的清净的这个佛的插图呢 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啊 或者是还没有称佛的菩萨 也能够感受到的 像极乐世界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呢 有没有呢 是有的啊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因为是阿弥陀佛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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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这个佛的插图 实际上呢 我们的自己的心不清净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不清净的时候啊 那就是娑婆世界 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啊 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 然后它就变成了佛的清净的插土 实际上佛的清净的插土 跟我们的娑婆世界 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体 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 不要因为除了我们的世界以外 还有一个清净的佛的插土 或者是除了佛的插土以外 还存在一个不清净的我们的世界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的心清净了以后 它所看到的也会清净 心不清净的时候 它的世界就是不清净的 古今云信苟则终生苟 如果是我们的心里面 有燃污有烦恼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众生 也就像地狱众生 恶鬼众生 或者是我们普通的凡夫 就是这样子 性净则终生净 那么如果是自己的性情净 那么众生也是看到的众生 也就是佛 也是菩萨 就像霸地菩萨一样 霸地菩萨 他看不到不清净的众生 他看到的都是佛菩萨的坛乘 还有密法的坛乘 生其次第一 修成功了以后 那么他看到的也就是 就是这个清净的世界 在他们的眼里 就没有这个不清净的世界 所以世界清净和不清净 跟我们自己的心有关系 性净则终生净 余得净净 当净其心 如果想得到净土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是要自己的心要清净 自己的心清净了以后 然后你自己的环境 你现在自己所在的这个环境 这个就是净土了 这就净土 除了这个意外就没有净土 这就净土了 随其心净则佛土经 所以他的心清净的话 那佛土就是清净 如果心不清净 那么这个所处的这个地方 那就是不清净了 那有可能也是地狱 恶鬼 那都有可能了 所以这个散据经节 自然成就 所以我们的心清净了以后 那散据经节的结果 自然就会打倒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这样 这个底九个文大也就这样 那么这些三聚经节也好 六波罗蜜也好 这些所有的最好的结果 就是要自己的心要清净 所以这个我们作为一个 修心人来说 这个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这个就是我们 就唯一一个衡量 自己的修心 就是这个整不整确的一个表准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文思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修心 然后就是这些这些文思 这些修心 这些功课 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 各种各样的善事 最后就是没有让我们的 这个这个贪嗔痴减少 然后同时呢 也没有让我们增长 这个处理心 那菩提心还有这个正无空心的智慧 那跟以前 差不多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法确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这些法呢 至少也是时间的福报 也少也算是这个时间的福报 那么时间法 那么时间法的话呢 当我们在轮回当中 可以享受人天的福报 然后呢 它也可以这个回避 那比如说地狱的痛苦啊 恶鬼痛苦啊 那这些是可以做到的 那但是呢 它能不能让我们解脱呢 就不能解脱 在这个解脱道上啊 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我们就是修了很多的法 然后就学习了很多这样子的时候呢 时时刻刻啊 都要关注啊 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变化啊 内心的变化才是真正的修行上的这个进步啊 如果我们的内心有一些变化啊 比如说弹成磁啊 减少了啊 然后就是这个增长了处理心菩提心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啊 这是一种进步啊 离解脱啊 就是尽了一些 离解脱尽了一些 但是啊 如果我们这个学了很多很多很多以后呢 确实对自己的啊 内心呢 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变化啊 还不说这个什么处理心菩提心啊 正午空心更不说啊 只是比如说我们师兄之间的这个为人初始啊 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家里人啊 情人啊啊 这样子的这个相处的方法 连这些都没有改变啊 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 那这个修法 这个这些学 这些法真的是有和 有没有什么用啊 这也就是很好说啊 当然我们刚才刚才说了 比如说我们的文思修行呢 这些对长远来说呢 当然跟我们种下了这个 很多的闪的这个中子啊 还有呢 也积累了很多福报啊 这个是呃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啊 这个修行的进步 也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呢 从心上去衡量 这个心的变化 这是修行的变化啊 心里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些语言呢 还有就是这个啊 外在的这些变化呢 实际上啊 还谈不上什么变化 这个就是大摩祖师 在这个地方讲的 他实际上讲的 都是一个很高盛的法啊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 平时我们的这个修行当中啊 也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衡量的表准啊 这个呢 佛经里面也讲过很多很多次啊 到处都有都看得到这样子的啊 记载内容 这是第九个文章了啊 然后呢 第四个文章 文语入境说说啊 佛经里面讲什么呢 六波罗米者 六波罗米是什么呢 佛经里面讲的六波罗米啊 就是说大摩祖师 你讲的这个六波罗米 跟佛经讲的六波罗米不一样啊 你讲的六波罗米呢 就前面讲这个六根 清经叫做六波罗米 但是佛经里面 大乘佛经里面就是没有说六根清经是六波罗米啊 大乘佛教讲的六波罗米是什么呢 六波罗米者以名六毒 所谓啊 六毒是什么呢 不食 吃节 忍辱 精净啊 禅丁 智慧啊 这就是大乘佛教啊 所有的这个佛经讲的啊 六度就是这个 经验 那大摩祖师呢 那大摩祖师呢 在这个地方说啊 什么呢 不讲这个啊 不是啊 也不讲持节 也不讲忍辱 什么都不讲啊 只讲这个六根清经啊 明波罗米者啊 何为同慧啊 何为同慧 同慧是什么意思呢 同慧就是说 比如说两个佛经 或者是两个这个轮当中 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记载的时候呢 就把它疏通啊 把它疏通 这两个不同的内容就疏通 最后呢 就是达到意志啊 达到了同样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子叫做这个同慧啊 或者是慧通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怎么去啊 你看这个大乘佛教讲的 跟六波罗米跟你这边讲的 六波罗米完全就不一样了啊 那么这两个都不一样的话 我们怎么去啊 这个同慧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有就是跟着前面的啊 文文达啊 进阶之追问啊 那么这个这个里面有十多个 这个文达啊 这所有的文达的这些文达的提问的方式 都就是这样子 前面的这些呃 这个呃 后面这些就是这些这个文达呢 就是就问前面的这一句话 这一个文达里面的某一个啊 问题 然后放在后面再问啊 然后这个呃 文达里面的呃 一个中点呢 再放到在后面啊 再问啊 这样子追问追问追问啊 那这个叫做柏朗星的这个追问的方法 也是一个佛经里面的一种文达的一个一个方法 那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面去讲啊 这样子就很混乱的 所以把它需要讲的这些这些这些文达啊 后面他想讲的这个他想回答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关键词啊 就放在前面的这个打幅啊 这个当中啊 然后呢 这个关键词就放在后面的这个文体里面啊 来提问啊 然后提问了以后呢 就回答 那回答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没有说清楚的 或者是需要更更详细的回答的啊 这个关键词 然后放在啊 这一次的这个文达这个答案当中啊 然后这个答案呢 下一个这个体文当中啊 就把这个这个关键词放在下一个体文当中啊 然后再去解释啊 这样子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嗯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那佛经里面这样的这个六波罗米 跟你这样的这六波罗米是不一样的啊 那我们怎么样去啊 这个啊 这两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啊 由六堵折 其意 如何啊 那么大摩诸师 如果你从你的角度来讲啊 那么六堵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啊 意义是什么 答 于秀流毒 当今柳根啊 大摩诸师呢 还是坚持啊 他自己的前面的这个观点啊 如果要秀这个如果要真正啊 秀这个六堵的话 那一定是呃这个流根清静的 流根清静啊 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 要真无空心才能够流根清静啊 如果不真无空心呢 没有办法流根清静的 因为六根不清静的这个原因呢 都跟啊 无明有关系啊 都跟执着有关系啊 都跟执着有关系 因为执着 所以流根就不清静了啊 那现在要做到这个流根清静的话 那就就是要真无啊 真无了以后呢 才能够做到这个流根清静了啊 所以当六根清静 像六贼啊 六贼就是前面讲过了 这个前面的文大里面讲过了 六贼第一个是六根啊 六根也叫六贼 然后同时呢啊 这个六十啊 比如说师诀听诀啊 修诀这个叫六十 言而必思生 那这个六十也是六贼啊 六贼啊 他们都是像贼一样啊 他会去偷取我们的发财啊 他不会偷我们的物质 但是呢 偷通我们的 比如说戒丁会啊 等啊 这些发财啊 所以呢 佛法的财啊 他会就是偷这些东西 所以呢 就叫做这个流贼啊 就是要向福啊 这个流贼 流贼 能舍呃 能舍燕呃 能舍燕贼 里竹舍井啊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啊 首先就是说 这个地方将要相符这个六贼 怎么个相符的方法呢 啊 怎么相符的方法呢 首先第一个啊 能舍燕贼啊 言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两个 一个是燕根啊 第二个是眼舌啊 啊 燕根啊 燕根是佛经里面也 也也讲的也很清楚了 燕根 比如说我们从医学上啊 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肉体上 从肉体的角度讲 比如说眼睛的这个视网膜啊 精装体 还有等等 这里面的一些主要的这些组成部分 都叫做这个燕根啊 然后呢 燕石 石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眼睛的这个物质的结构 还有就是接触这个外来的光啊 然后就是产生了一种感觉啊 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了 就是一种啊 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 它是它的本质 或者是它的书心啊 的不是物质了 它的书心是精神方面的 是因为它是知觉啊 它是人的感觉啊 所以就是它是精神啊 属于精神 它书心就是精神 所以这个叫做燕石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摄取啊 摄取啊 那摄取呢 那怎么去舍呢 摄去了我们就没有燕根了 没有燕石 那不就是我们变成了一个猛人 我们看不到瞎子了吗 那当然就不是这个意思啊 它就是说 首先摄掩贼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立柱舍井 舍井是什么呢 外面的这些物质啊 那离是什么意思 离就是离开啊 原理啊 那如果从这个字面上看呢 比如说我们不要啊 眼梗掩饰啊 然后呢 失去啊 然后我们就是离开 就是不去看啊 离怎么离呢啊 那就是我们去这个这些外面的物质啊 原理啊 那意思怎么原理呢 那就就从字面上看啊 就不不去砍他们啊 那是 但是啊 字面上看是这样子啊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意思呢 当然不是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失去了啊 或者是放弃了啊 眼根啊 眼失啊 那就是一个盲人 一个狭子 这个有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用啊 这跟空心有关系吗 这跟这个解锁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任何的关系 然后呢 立主舍井啊 就是外面的这些这些 呃 无知啊 就是原理他们啊 我们不看他们啊 那这样有用吗 不堪有用吗 啊 那不堪没有什么用啊 不堪能解脱吗啊 不堪就能够争无吗 啊 当然不是了啊 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也跟啊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啊 六根自解脱啊 有关系了啊 争悟了空心的时候啊 争悟了这个空心的时候呢 虽然啊 眼根还在啊 啊 这个厌世或者是实觉还在啊 还在 但是已经这个挑服 这个已经相服了啊 怎么个怎么相服了呢 因为他没有相服的时候啊 我们看东西就是执着啊 去看执着 然后呢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但是现在呢啊 看东西可以看 可以看得见啊 但是呃 就看的是如患如梦的啊 所以呢 不会啊 因为这看到某一个东西啊 产生 烦恼啊 所以他就现在有眼啊 现在有实觉啊 有颜色啊 有颜根啊 但他不是贼啊 他不是贼了啊 他不是贼 为什么呢 他不倒我们的法财啊 我们佛法的财 他不会倒啊 他不会破坏我们的这个戒定慧啊 他本身就是已经知道了如欢如猛了啊 所以呢 他不会破坏我们的戒 不会破坏我们的定啊 就更不会破坏这个慧啊 所以呢 啊 这个时候呢 有颜根啊 有这个颜色 但是他们都不是贼啊 贼已经是啊 相辅了啊 正无空性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利诸舍经啊 离也是这样子啊 离也是 看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眼前呢 还有很多的物质啊 没有远离啊 还有你不光是啊 走到这个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你不可能看不见东西啊 包括这个巴迪菩萨的时候 他也能看得到啊 只不过他看到的就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不清净的啊 世界 但是他也能够看得到啊 那么是不是他们也就是没有这个离开色经呢啊 都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的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以后呢 然后立即我们的这个意识去抓住他啊 不防啊 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啊 然后就是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但是现在比如说看到了啊 这个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那他现在已经不止不止住了 从自己的心里啊 已经放下了 这才叫做真正的放下 所以就是离啊 离也是这样子 离开啊 也是这样所以这一切啊 就是最终啊 就是就是就是啊 所有的问题呢啊 就是呃就是归哪尾啊 就一个问题 那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证悟啊 证悟了以后呢 这些东西都有了 自然就有了啊 如果没有证悟呢 这讲都没有用啊 这些都不 比如说我们能射严贼 怎么能射呢 没办法射啊 证悟空心 没有证悟 没办法 没办法啊 射严贼 然后呢 耳贼啊 鼻贼等等 严耳鼻色 神医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 利诸舍啊 利诸声啊 等等 怎么个离法呢 没有办法离啊 我们的耳朵永远都会听得到声音 他也不会离开啊 眼睛永远都不可能看不见 嗯 所以啊 这个没有证悟的话呢 啊 也是没办法这个离开的 所以啊 就是如果证悟了空心啊 这个里面讲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如果就是没有证悟空心 那么其他的啊 再多的这个修行啊 六波罗蜜啊 吃戒啊 等等等等啊 都不都没有解决啊 啊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大乘佛教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我们不能理解为大摩讲的才是这样子啊 或者是禅宗才是这样子啊 不是啊 整个大乘佛教都是这样子 只不过就是因为终生的根基不一样 所以呢 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讲啊 因为大摩的这个禅宗呢 就像大圆满啊 还有就是这个中观啊 中观的银成牌的观点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高端的法啊 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利根终生的一个这样子的法 那么它的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根基呢 那当然也就是上灯根基了 那么这个地方大摩讲的呢 全部都是根据啊 上灯这个根基的啊 从这个层面啊 上去讲啊 它一直都在这个层面上讲 所以这个层面讲的话 那所有佛经都是都是这样子啊 但是佛经它为什么还就是这样前面的 比如说痴节啊 忍辱啊 是是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 那么缺失啊 这个六读啊 这个三聚境界啊 这些都是需要的啊 都是需要 这里面没有一个是不需要 都需要通过这些方法啊 把我们的这个根基啊 逐步逐步的提升啊 逐步的提升 最后就能够变成这个啊 上灯根基 这个时候呢 啊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啊 所以大圆满里面呢 它也很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直接讲啊 直接讲就是它的它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发起啊 或者是它的这个所度化的啊 终生那就是上灯根基的人 那么对上灯根基的人将上灯的法啊 那它肯定是要这样子讲啊啊 对上灯根基的人将上灯法的时候呢 还是要去讲 比如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啊 不是是什么呢 不是就是我们把那钱去啊 供这个不是给别人 嗯 吃戒是什么呢啊 吃戒就是我们吃八观在戒啊 等等等等 那这样子讲的话呢 那层次啊就完全是啊 这个混乱啊 所以呢 他这个层次有不同的法 有不同的啊 他所度化的啊 这样子的这个根基啊 那么对对他自己的啊 这个特殊的根基的人将啊 这个特殊的法的时候呢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就大摩诸师呢 一直都不脱鞋啊 他就一直都站在最高的这个上面 他问了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呢 他从来都不会回答啊 这个啊 不是就是就给钱 拿钱去给啊 给别人啊 这个就是不是啊 他从来都不说这些 他就是一直都说 不管他问 问他这个什么戒律也好 这个啊 吃戒也好 还有这个啊 六波罗蜜多也好 他不管他问什么样的问题 他就一直都站在这个层次上 层面上去回答啊 实际上这个里面就 就闻了 闻了十多个问题啊 闻了十多个问题 但是呢 实际上他的答案就只有一个啊 只有一个是什么 就正无空心啊 正无空心了以后呢 挑服了自己的心啊 然后就这个 这个就是 即使三居经节 又是六都啊 下面还有讲很多 比如说啊 吃戒呀 修苗啊 啊 这个攻佛呀 他后面也会讲啊 全部都是这个正无空心的 这个叫做修苗啊 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 呃 公佛 这个叫做公法啊 这个叫做公华啊 这个叫做公什么公平啊 他全部都是用这个啊 就是来揭示啊 所以呢 他的答案就只有一个啊 正无空心啊 这个就是答案 答案 那么这个踢稳踢的这个这个人 实际上这里没有一个踢稳踢的人 大木柱是自稳自大 但是呢 他的这个踢稳踢的这个人呢 啊 他的这个啊 这个层次是什么呢 大木柱是给他设定的这个层次呢 啊 就是普通的达成佛教啊 普通达成佛教的角度啊 从这个层面上 就给大木柱是啊 提问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因为他有很多的疑问呢 为什么呢 虽然都是达成佛教 但是呢 达成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啊 这个根基啊 那么达成佛教的这个不同根基 比如说像这个三转法轮啊 三转法轮里面讲的一些很多的这些内容啊 同样的这比如说三转法轮的这个啊 达成佛教的根基的人 他也很难理解啊 很难理解 同样是达成佛教 但是呢 达成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啊 层次 所以达成佛教的这个 这个法呢 可以说这个大乘佛教里面的最高的啊层次 从这个角度去回答啊 解释啊 他自己这个理解的啊 比如说三居经节啊 六波罗米 他都是从这个方面去解释 那么另外一个问问题的人呢 他就是站在普通的达成佛教的啊 从这个角度去提问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 那他不管提再多的问题也好啊 那大魔祖师呢 就是始终就打一个问题啊 反正你这些都是啊 就是真悟了以后 这个都解决了 真悟了以后呢 修妙也是真悟 真悟叫做修妙啊 你这公华呢 也就是真悟 真悟就叫做公华 等等等等啊 他都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那实际上啊 确实是这样子 最后就是这样子 三居经节 自然成九 哇 这个是第一 九个这个问题了 那么下面呢 第十个问题 不对不对 第十个问题已经开始了 对对 已经下面啊 好的 下面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刚才讲了这个立柱经 色经啊 那就是要这样子理解啊 然后呢 明为不实啊 这个就叫做不实 看这个大魔祖师怎么解释这个啊 你比如说眼睛啊 看到了外面的五指 然后你就不执着啊 证悟了空心 那这个叫做不实啊 这就是不实 然后就是说能情二贼啊 而贼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与鼻圣尘啊 就是圣尘就是外面的声音 不吝方意啊 比如说我们就普通人呢 就看到啊 听到这个吵杂的声音的时候 特别的翻干啊 好听的音乐声音的时候 特别喜欢啊 那就是防疑啊 但是不防疑啊 真无空心的人就是不防疑 他对这些声音是没有执着的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明为痴节 这叫做痴节 能否必罪啊 等诸相仇啊 响文丑文 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气味啊 然后我们温到了这样子的气味的时候呢 那就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心态 心态有 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些妻儿啊 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个心态呢 因为我们对这些有执着啊 相和愁啊 在我们的心里完全是不一样啊 所以呢 这个就有不同的这个心理翻译啊 没办法把它当这个 没办法把这个啊 看作是一个平等的 但是这个相伏了比贼的时候啊 实际上就是比贼啊 他是没有执着的时候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自在调柔啊 自在调柔 调柔这个时候呢 对乡啊 也没有特别的欲望啊 对愁啊 也没有特别的这个不习惯 嗯 所以就是把这些都是 打到了平等啊 这个调和啊 这个也是啊 因为没有执着啊 才能够做到平等啊 如果没有执着 如果是有执着 不可能做到平等的啊 嗯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名为忍辱啊 他忍辱也就这样子解释 然后呢 愣之啊 舍贼啊 那就舍贼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啊 违决上面啊 然后呢 我们西方的东西就谈啊 不循环的东西呢 就是臣 然后呢 中啊 中里之中间的 比如说也不是特别好吃 也不是特别好 不好吃的东西啊 那么对他们呢 我们是什么吃什么样的态度呢 虽然啊 没有贪啊 和这个臣啊 但是就是有臣啊 不是有持啊 就是没有证悟到他的本心 所以有吃啊 所以呢 我们对任何一个畏惧啊 不是谈啊 就是臣啊 不是臣就是吃啊 这是谈臣吃的 这个这样子的烦恼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变成了啊 蛇贼啊 那后面呢 争悟了空性 争悟了空性 以后呢 对仇 对祥啊 等等 这些畏惧啊 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执着 这个时候呢 那么就是 香味啊 会有的啊 畏惧会有的 但是他不是贼啊 现在他不是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倒啊 他不倒我们的法财啊 或者是呃 法财就是佛法的法啊 财产的财啊 就是他不倒我们的法财 或者是说 他不会破坏啊 我们的接听会啊 所以呢 虽然有危惧啊 或者是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啊 虽然有舍啊 这个舍舍啊 但是呢 他不是贼啊 现在他不是贼啊 所以这个贼啊 已经享福了啊 这个意思 不谈主为啊 不谈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梅味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因为舌头呢 它可以僵化的 所以呢 也就不讲啊 这些呃 这个骂人的话啊 然后呢 占用讲说啊 经常都这个表扬人 说好听的话 嗯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明为精进啊 他精进 他也这样子解释 嗯 反正他把这个佛教里面 这些所有都是用这个来解释啊 就是用正午空性这一个词来解释 全部都是用这个来解释 实际上真的也是这样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最后就是要达到这个正午空性的经济 嗯 所以如果真的是达到了这个正午空性的经济的话呢 所以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实际上这些各种各样的方便的法门啊 那么最终就是正午空性的目标啊 那么正午空性了以后呢 那么无数个方便法门的这个最终的啊 这个结果目标大到了啊 所以呢 他就是可以说啊 如果你这个呃 这个这些方便法 无数的方便法 每一个都可以可以用这样子来解释啊 正午空性 因为他是为了正午 最终达到这个正午空性呢 最终就是为了达到这个这个拥有知会啊 那么啊 他就是说啊 反正节定会也好 什么也好 都是啊 就就是为了这个啊 没有一个是不是为了这个的 不是为了智慧的 所以他用这个智慧来解释 全部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 是完全是可以解释的统的啊 名为精进 能像啊 嗯 圣圣贼啊 圣贼 圣罪是什么呢 与主除欲啊 我们的身体啊 接触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啊 比如说特别冷啊 或者是特别热啊 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初觉就开始反感啊 然后呢 这个特别适合的初觉啊 然后他就喜欢 然后就弹啊 然后这两个都啊 不存在的时候呢 然后他虽然是没有贪和没有嗔 但是呢 他对这个初觉啊 把它当作一个真 当作一个实 实有的东西 所以就虽然没有明显的这个贪和尘啊 但是有痴啊 有痴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身体的这个感觉啊 感觉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初觉啊 初觉啊 这个时候因为他有 他呆有这个执着的这个成分啊 所以他现在就是贼啊 他就是一丝罪 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执着啊 他就会倒我们的法财啊 他至少啊 跟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没有贪没有吃 没有没有成的话 那他有吃啊 那么这个吃啊 就会倒啊 我们的智慧 倒我们的智慧啊 所以偷倒啊 倒且啊 我们的智慧 所以他就是贼 所以他就是贼 这个时候他是贼 如果我们争悟了空性的话啊 争悟了空性的时候呢 啊 他对这个初觉啊 啊 那么 嗯 嗯 没有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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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执着啊 没有执着啊 那这样子的话 没有执着的话呢 那么虽然他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这种初觉啊 这个初觉呢 不让他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反而啊 这个就成为一个修行的一个条件啊 那如患如梦的修行的条件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虽然这个是一个初觉啊 但是呢 他不是贼啊 现在他不是贼 贼 什么是贼 比如说 一个人啊 只要他曾经啊 或者是他未来回头啊 捣捣 捣捷某一个东西的话 他是不是永远都是贼呢 他不是啊 当他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呢 他是贼啊 那么有一天呢 啊 他就改正了啊 改邪鬼正啊 他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那他是不是贼呢 他不是贼啊 不是贼 那同样的我们的这个 这个初觉 啊 证悟了这个空性的时候呢 他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他现在啊 他已经不是贼 那所以 呃 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贼已经啊 降伏了 欲竹除是欲啊 员然不懂啊 员然就是清净啊 特别的清净 因为他证悟了啊 证悟了以后呢 他比如说啊 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处觉 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在那个小乘佛教的这个成就阿罗汉的这个佛经里面呢 每一次都看得到 比如这个同样一句话 就是尤其是这个小乘佛教的滤经啊 滤经里面呢 经常都讲 比如说 证悟了这个阿罗汉啊 证悟了阿罗汉的时候呢 他 就是比如说他的身体啊 比如说一方面呢 用檀香啊 檀香水 给他做母鱼啊 一方面呢 用刀去看啊 那么他对这个檀香水也没有什么啊 这个檀不会产生檀啊 他对道的看啊 他也不会产生啊 这个愤怒啊 不会产生这个呈啊 这是因为这个阿罗汉呢 他虽然没有佛的境界 他也没有这个菩萨的境界 但是呢 他内心当中呢 这贪嗔痴死 他确实是啊 从根源上就已经断掉了啊 所以呢 阿罗汉他虽然啊 有初觉啊 虽然是有初觉的 然后呢 比如说他的身体有没有痛苦呢 也有痛苦的啊 只要有这个身体 阿罗汉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证物呢 还没有达到啊 小时他的所有的初觉啊 所以他是有初觉的 所以初觉有初觉呢 有快乐有痛苦都有 但是这个快乐和痛苦 背后或者是这个之后呢 有没有愚望呢 有没有这个嗔恨呢 那没有的 这些都是没有 所以啊 所以他就是 这叫做啊 展然不懂啊 展然不懂 他对这身体的某一个方面呢 用这个谈香来母鱼 用牛奶来母鱼 他也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啊 然后呢 用另外一个部位呢 道 用道看啊 他也不会啊 这个 呈啊 愤怒 呈恨 那因为这贪嗔痴这东西呢 他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已经是完全就已经断掉了 所以就从来就从来的 所以就永远都不存在 这个啊 就叫做展然不懂啊 有除绝 有除绝 但是这个除绝啊就不会让他产生烦恼啊 所以呢 这个除绝对他啊 在当下的他来说啊 已经不是贼 过去是贼啊 过去是贼啊 但是现在啊 不是贼啊 名为禅丁啊 这个就叫做禅丁 大母祖是说真正的禅丁就是这个 嗯 然后呢 能调疑贼啊 疑贼 就是我们的疑事的各种各样的执着 这就就很多很多的执着 很多的烦恼了 啊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不顺无名啊 不跟这个无名配合啊 不顺着他走 然后呢 去大击无名 退翻啊 无名 长袖聚会啊 长袖这个真无空心的 真无空心的职会 人无我和法无我的这个职会 名为职会啊 这个本来就叫做职会 名为职会 六度者运也啊 六度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六度就是云啊 就巴尼 云属啊 就是巴尼从这个彼岸 此岸啊 云到彼岸啊 六六波罗米与 啊六波罗米它是 它比于比什么呢 若船发啊 大的船发就是小的船啊 那么不管是大的船和和这个小的船啊 都把人和物质可以允送啊 可以到达这个彼岸啊 它有这个功能 所以就是允众生大与彼岸啊 他们呢这个伯儿呢 啊他就把这个终生啊 就是从从这个彼此安啊 把他们拿到彼岸啊 送到彼岸 所以就是顾名留毒啊 所以呢 如果真正啊 这个留毒啊 真正留毒是什么呢 留毒就是你想想这个 它的名字 独独是什么 独就是云的意思啊 云的意思 那么云这个当中呢 这个留毒啊 当中呢 那一个才真正把终生云到彼岸呢 你比如说那一万块钱 十万块钱 一百万啊 去不是救灾啊 那么这个不是 能把你云到这个彼岸吗 啊根本就不可能 这是一个很好的啊 事情啊 是一个很伟大的举动啊 然后呢 很好的山根啊 但是他不能啊 让你从此安到达彼岸 这个不可以啊 然后呢 比如说吃戒 吃戒啊 像我们必求必求你这样子的戒啊 所有的戒 包括特别特别细微的戒 还有菩萨戒 还有密称戒啊 这些所有的这些戒律啊 就是不时不设计于这个真无空心的这些其他的戒啊 做得再好啊 做得再好 那么他能把你云到彼岸吗 也不能啊 然后这样一个一个 我们看这个除了六读里面的这个智慧以外的五个啊 五个做得再好也好啊 那么他们没有独立啊 或者是胆独啊 把你送到这个彼岸啊 他们都没有都都没有这个能力啊 他们都要戒助啊 其他的力量才能够让你送到这个彼岸啊 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其他是谁呢 其他就是就是这个回啊 智慧嗯 他们都是通过智慧的帮助下啊 然后呢 把人啊 把终生啊 送到彼岸 如果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这个帮助啊 他自己的力量能力啊 能不能送到那个彼岸呢 那没办法送送不了啊 那送不了不能送的话 那就是说六读者运也啊 六读就是云才叫 能云的才叫做 读啊 才叫做 才叫做这个六读 那你不能云啊 那不能云怎么叫做六读呢 那嗯 所以真正啊 通过自己的能力啊 不接触其他 不接不考这个其他的能力 就是凭自己的能力啊 把终生从次安拿到的送到彼岸啊 云到彼岸的 那么就是只有一个啊 这个就是智慧 所以呢 那大母就是就是说啊 反正这个六读也好 诗读还有这个诗读啊 也有这个大乘佛教里面也有讲诗读啊 六读啊 多少读也好 反正没有这个智慧啊 你六读诗读多少读都都没有都没有用 读就是云 这个云不了的 嗯 所以啊 这个六读呢 嗯 最后就是必须要啊 证悟啊 证悟空心啊 必须要有这个证悟空心的智慧啊 才能够云啊 才能 所以叫做度啊 那这个大乘佛啊 这个大摩诸诗的讲的这些呢 那就是我们刚刚也讲了 就是那个 呃 就跟普通的佛经啊 讲的是不一样 包括这个六读的结诗啊 然后就是这个三句经节的这个结诗啊 都不一样啊 理解上都是不一样的 说法都不一样了 但是呢 那如果我们把六读啊 这些啊 就给一个啊 一个这个上等根基的人来讲的话呢 呃 那就是这样子讲是特别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上等根基的人呢 嗯 他就一下子就可以证悟了啊 那么证悟的以后呢 比如说他已经证悟了啊 我们告诉他 你现在证悟了 但是呢 你先暂时不要修这个证悟的这个指挥 你先把这个先放一下啊 放一放 然后你去做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那前取这个啊 不是啊啊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符不符合 他的根基呢 就不符合了啊 不符合 这个就是在包括这个普通的大乘佛教的菩萨界里面啊 菩萨界里面呢 这也是一个不允许的啊 不允许 比如说上等根基的这个人啊 不能给他讲这个下等德 法啊 然后呢下等根基的这人呢 当然也不能啊 将这个最上等的法 也太理解不了 所以呢 什么样的呃 什么样的呃 法就将给呃 什么样的这个根基的人啊 啊那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呢 呃 大墓就是这个地方讲的 全部都是啊 就跟 针对这个上等根基呃 的人讲的啊 啊 但我们评深我们自己是不是上等根基的人啊 那我们自己每个人都特别清楚了啊 啊那如果我自己确定我不是上等根基的人啊 啊这样子的话呢啊 啊那我们就只能可以这样子啊 啊这个大墓就是都是把六度和这个三节都这样子讲啊 啊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 只如果是一个上等根基的人的话呢啊 六度原来就可以这样子理解的啊 三节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啊 我们只有这样子去学习啊 但是呢 实际上啊 啊这个实际行动的时候呢啊 那就是就是因为还没有真误啊 嗯 那如果当然我们真误了呢 我们也就上等根基了啊 嗯 上等根基呢 它没有一个什么阶级的这个层次 这就是能够真误空心的人就是上等了 不能够真误空心 而要逐步逐步往上走的人啊 那就下等根基了 所以我们如果确定啊 我们不是像六度会能大师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这个大墓诸式的这个解释的方法呢 只能去学习一下啊 原来给上等根基呢 啊 它可以把这个六度可以理解为这样子啊 三戒也可以理解为这样子啊 但是啊 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啊 这个适合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啊 这样子的枪法啊 如果你自己本人就不是这个上等根基的话呢 那理解的方法不是啊 吃戒 就是比如说收这个无戒啊 八观摘戒啊 这些就是吃戒啊 然后布施是什么呢 那布施就是法布施啊 采布施啊 乌威啊 这些就是布施啊 是要这样子这个理解啊 这个是大摩他没有这样子讲啊 没有这样子讲是他有道理 他这本来就是对上等根基的 他也是直接本来这个参宗 他就是一个特别上等根基的人的法啊 他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 所以他是直接给他的特殊的啊 根基的人啊 针对他们讲的啊 所以他就不会讲那个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六读的这样子的说法啊 来讲啊 啊 这个他是有这样子的原因的啊 但是我们自己实际的行动的时候呢 啊 我们还是要去啊 这个六读啊 三节啊 啊 我们平时的这个普通的啊 大乘佛教啊 或者是小乘佛教的今天啊 所讲的啊 那样子去做啊 那样子去做 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根基 因为我们还不是一个上等根基的人啊 所以呢 呃 就是啊 不能 那不能这个 呃 打磨 那大师所讲的啊 这样子去做啊 那如果能做的话呢 那当然是可以做 问题就是我们做不到 那关键就是我们做不到 如果能做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就是要这样子去做 但是问题是做不到啊 那做不到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做不到的话呢 那大乘佛教佛陀呢 那就给我们制定了另外一条路了啊 另外一条路 那么另外一条这个路 那个里面的这个六都跟这个大墓讲的就不一样啊 那我们先暂时呢 就是跟普通的这个呃 针对普通根基的这个呃 人讲的这个六都啊 呃 实际这个六都当中的智慧跟这个是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前面的六都五啊 五个都啊 五个这个波罗蜜啊 那是不一样的啊 那我们还是就是普通的 啊这个六都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做起啊 然后呢 逐步逐步的啊 往上啊 走啊 提升自己的根基啊 这样子理解的话呢 那么这个都是圆容了啊 好那这个是特别重要啊 啊这个我们后面呃也会讲到啊 那但是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呃要要替替一下啊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实际的呃 修行或者是实际的这个心闪都有有关系啊 啊 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这个理解是不能错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就讲到这里啊 那么我们还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啊 啊 大家啊 啊 有什么疑问啊 我们可以交流提问题 请问上师 达默大师破相论中说 能转贪嗔吃山毒的心 就是三大阿生气节的修行成佛 三大阿生气节不是指漫长的时间 而是指超越山毒烦恼 那么在佛经中说的 我与三大阿生气节无量勤苦方程佛道 是佛不了意的说法吗 还是漠视众生 错解了佛陀的本意 这个是不了意的说法 不了意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这个菩提的这个大摩祖师 这个地方讲的跟这个龙青八 在藏传佛教里面 密法里面讲的 他们两个讲的完全都是一样 实际上他们说这个 这个三大阿生气节 实际上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贪嗔痴 还有实际上就是三节 叫做你超越了贪嗔痴 超越了三节 三节就是六道轮回 那么这个就称佛了 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平时把它理解为一个时间 一般的佛经里面是这样讲的 但是他们说这个不是时间 虽然他们表面上文字上讲的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大摩也讲了 这个就是因为魔法时代的终生 他自己没有理解到佛的这个秘义 佛的秘义 那么佛的秘义实际上就不是说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从实相上说 时间也是一种幻觉 时间是幻觉 但是他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他说本身就是需要这么长时间 那真正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那就佛说这个不需要的 那他为什么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实际上虽然是说了一个时间这样子的表达的方法来描述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不是时间 这个就是贪嗔痴 它是这样子结识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三大生七节 就是我们理解为时间 那这个就可以说 这个就是一种不了意的说法 请问上师 八地菩萨看到的都是清净的众生 那么他们还来度谁呢 他们怎么区分哪些是开悟了 哪些没有开悟呢 八地菩萨还有佛 他们自己的 这个时候要分这个自贤 叫做自贤和他贤 自贤是什么呢 自贤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的是 你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 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些地方 这个都是实际上 就是跟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你自己的世界 那佛菩萨他争悟了以后 他有一个这样子的自己的世界 那这个当中 他看到的全部都是清净的 没有不清净的人 但是他看到的意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众生呢 当然他自己的现象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呢其他众生啊 他们呢还是一个 从他自其他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其他众生还没有称佛呀 还没有到达八地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那就是有不清净的这个现象啊 所以呢 佛菩萨就要去读他们啊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比如说十个人啊 就是同时做噩梦啊 然后呢两个人呢 新过来了 那新过来了以后呢 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没有这些噩梦 这些梦里面的这些现象 但是呢 他们就知道这八个人呢 还是感受到这各种各样的空谱的现象啊 所以呢 他们就要还心他们八个人啊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他是要进入他们的梦中 才能唤醒他们吗 我说那是他要 就是说这两个人醒来之后 那他是要进入他们的梦中 才能才能唤醒他们吗 对 这个就是他的佛的化身啊 佛的佛的化身啊 就是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呢 就是就是相当于就进入他的梦里面 去呼唤这个人啊 还心 请问上师 就知道所有的这个密法了 所以我上次也讲过了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些伯法里面呢 就是也许有但是我不记得了啊 那他这个比如说贪嗔痴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的六度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六度啊 也比如说他说就是相复了这个厌贼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不食啊 那为什么不是这个吃戒呢 为什么不是忍辱呢 那这个可能也许也许有一个其他的原因 也许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啊 就是反正都是一样的 怎么讲都是一样 佛经里面也有 有些时候都是一样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应呢 反正怎么样对啊 实际上都是可以的啊 但是呢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顺序来对应啊 也有也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啊 也许呢 他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就是一些细微的这个原因啊 那这个不知道 这个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佛经的这个依据的话呢 这个数不清楚的 请问上师 麦彭尔摸切在对初学者的教言中所讲的空而现 现而空是指正卧后出定的境界吗 这个出定跟入定都有的 都有都有这样子的境界 请问上师 二转法轮的圣意地和世俗地的分别是什么 三转法轮的圣意地和世俗地的分别又是什么 因为前上一次的 上一次你们提不出来问题的 这次呢 你们自己就是准备了很多 无关的这个 不相关的这个问题 是什么你说 他问二转法轮的圣意地和世俗地分别是什么 三转法轮的圣意地和世俗地又分别是什么 这个也有一点点相关的 前一次又有一个这样子的内容 这个是这样子啊 这个二转法轮当中的这个圣意地是什么呢 凡是讲空的空心就是圣意地不管是入来藏的佛心的空或者是这张桌子的空啊或者是这个人物我的空发物我的空凡是讲这个仙空当中的空啊然后都叫做圣意地啊 然后呢这个空的另外一个啊一面啊那就是显像啊那么这个就不管是光明的显像啊或者是呃不清净的显像那么全部都就就叫做世俗地了 世俗地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佛心如来藏啊那也有两个部分了一部分它的光明显像啊这个部分呢叫做世俗地啊 然后呢然后呢它的空性的这个部分呢就叫做圣意地的啊然后呢三转法轮的这个就就分类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啊 反时清净的也就是本来的啊本来清净的啊那么这个都叫做圣意地啊然后呢本来不清这个不清净的啊全部就是就是归为这个世俗地 那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呢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当中啊那这个如来藏的空性和光明 那两个都属于是呃这个生的这个生一地了生一地嗯呃然后这个呃呃这个呃呃比如说啊啊一些物质和物质的空性啊 啊那么两个都是属于这个世俗地啊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对 《达摩破相论》中第三个问题里说 此二种心 静心和染心 法界亦自然 本来具有 虽假缘和 互相应戴 意思是不是说 静心对应之法界 本来具有 染心则是借助因缘和合 相互为因 相互关戴 这样理解对吗 这样理解对 文字有一点点念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损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版本 这个就不像《谭经》了 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版本 所以也就只能这样子解释了 所以他说后面的比如说有两种心 两种心当中的清净的心 那就是法界 自然 它本来就是存在的 具有 然后呢 因缘和合 相互关戴的 那就是不请经的心 他应该是这样的理解 对 请问上师 文中说 由于我们不解如来 三大阿生气节的秘义 以为需要无量节才能够成佛 这样令很多人退失菩提道 三大阿生气节的秘义实际是无量的三读 只需要关心对这三读就可以解脱成佛 既然这一秘义如此如此的殊胜 那为什么只有在达摩祖师和龙青八尊者的著作里才讲到 为何不能广说此秘义 既然这样 那学习五部大论有何作用呢 这样子讲 比如说 光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就是说我们称佛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或者是不需要你就正悟自己的心 一下子就称佛了 那这两个当中呢 当然是这个不需要那么 不需要经过那么长时间 这个当然是更加的容易接受 但是呢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呢 它背后还有其他的内容啊 那如果要就这样称佛这么容易的话 那你要为什么要这么容易呢 那就这个后面要讲如来章啊 这个后面就要将 因为所有众生都是本来就是佛 他要将这些 那么这个部分呢 他们这个下等根基的就接受不了了 只是时间的角度 你就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很快就会称佛 那这一点呢 他当然大家都会高兴了 但是呢为什么很快都会称佛呢 那就后面就是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就涉及到啊 因为你的心就是佛心了 你本来就是佛啊 那这个他能接受得了吗 他这个接受不了了 那如果这个不能接受的话 那为什么那么快啊 这个也就没办法 他也没有理由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给大家 给所有人讲这个三庄法轮 或者是密法的内容 没办法光讲 请问上师 内在的五蕴 以外在的五蕴 是否不为因果 或者是内外无别 内在的五蕴啊 五蕴 和外在的五蕴 内在的五蕴 和外在的五蕴啊 密法里面是会 会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些里面 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说法呀 五蕴就是 五蕴就是人 就是人体的 人的五蕴就是人 因为这个里面呢 有精神 所以外在 比如说 外在比如说 你如果外在是外面的世界的话 那外面的世界 不可能有五蕴了 没有精神 精神的部分都没有 请问上师 为时的观点 是属于几段法轮呢 威时 威时就是 威时有两种威时 一个就是伦的威时 和景的威时 佛经的威时 佛经的威时 是第三转法轮 三转法轮 那这个伦的威时 伦的威时 就是去揭示它 这个是实际上 佛经就属于什么 它就属于什么 像佛经的精卫时和伦卫时 精卫时的一个经典 就是比如说 切身密集经 还有就是伦切经 那这些是 佛经的威时 那这些是属于第三转法轮呢 他这个 他问了一个问题 可能和这个课没有相关 但是还是帮他问一下 没关系 他问 那抑郁症患者 应该如何用佛法来修心 以至于 以至这个避免自杀等行为 嗯 修慈悲心 然后呢 修这个 极止禅修 还有就是多做 比如说利塔的山师 这些都有帮助 这个我们 这个还要听听 我们专门讲的这些课 请问上师 佛教把心 精神分为六十 八十 九十 九十是指什么 九十就是佛心 嗯 请问上师 第一节课上师提到 没有证悟修六度 无法称为度 那请问 为证目前修六度的意义 即该以何种心态来修呢 修六度 比如说六度里面的回 是实际上是 那个没有证悟的话 是没有办法 真正去修啊 这只能就文思 就通过文思去了解一下 那其他的比如说 捕食啊 那捕食呢 比如说没有证悟的人 以外 比如说根本没有皈依的人呢 那他也可以去 可以去捕食啊 那吃戒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外道 他也可以吃戒啊 然后 这个人汝也就是 这个没有证悟的 没有皈依的 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人啊 他们也都可以做 实际上 这些都是 没有学佛的人 也可以做的 禅丁也是一样 外道也有禅丁 四禅八丁 他们都有 请问上是 证悟空性的能证 是意识吗 如果不是 那是什么 这个要分很多的层次 最后 比如说 在大道一地菩萨 这样子的时候的 这个证悟空性的是 智慧 还不是意识 意识大不到 但是初步的这个证悟呢 就是意识 可以证 意识也可以证悟 他问 如来藏佛性 是不是属于精神的范畴 或者说 如来藏是不是一种精神 精神 这个如果是我们讲的精神啊 还有就是刚才讲了 这个九识 那这个识 要看怎么去 怎么去这个定义啊 比如说 如果我们讲的精神 或者是这个六识八识的识啊 是作为一个分别年啊 或者是有执着的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就就不是如来藏就不是这个了 然后呢 反思就是光明的 不是这个物质的啊 不是这个 比如说桌子 建筑物这样子的 物质的 光明的这个部分啊 都叫做精 都叫做精神的话呢 那这个里面就可以分两种了 一个是有执着的和没有执着的 那没有执着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佛心如来藏 所以所以这个 它本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有些时候就像佛心啊 它也就是 它也叫做 它也 它也 它也就是在这个 十这个范围当中啊 九十的时候 如果说一切世俗的快乐都有变苦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也有变苦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变苦的 但是呢 它有这个辛苦 三苦 三苦当中的 最后一个 嗯 嗯 是否所有世间的幸福快乐都含有变苦的成分 嗯 有 变苦是有的 都有 都有变苦的 这个 意思 嗯 变苦的成分啊 那个当时它不是苦啊 当时就是 当下就是快乐啊 当下 它完全是快乐 但是呢 因为它贬哗了以后 它没有了以后呢 就会感到痛苦啊 所以 就是变苦 因为上师 普通人的轮回转世 它是有同一个心相续吗 大成就者的转世 想续啊 心相续当然有啊 没有心相续就是相续没有的话 没办法延续 没办法延续嘛 心相续就是心的延续啊 就叫做心相续啊 那没有这个就没办法轮回了 嗯 说同一个心相续在轮回 同一个啊 他问的是这个意思吗 同不知道 同一个是 同一个是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大家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有执着的 有贪嗔痴的相续 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同一个的心相续 但是呢 这个同一个心相续当中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 比如说 这个有些是有行善啊 造罪啊 那就是有些人的心相续当中有出离心的呀 没有出离心的 那也很多不不一样的 他可能想问的是 连接上一世和下一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就是他的意识呀 意识 阿蕾耶识 阿蕾耶识 对 对 对 那问大成就者的转世也是同样的吗 那当然都是一样 对 大成就者这要看大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就是 大到佛的程度 那就就 那就肯定不是意识了 就是智慧了 那没有那么大的话呢 那就是有可能是意识了 然后他问 大成就者 原济以后去了哪里 如果他不再轮回的话 这个不一定啊 大家比如说 你一定要看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啊 有些人呢 虽然是成就者 但是呢 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 所以还在轮回 继续修行 或者是去其他的净土 极乐世界啊 莲花上大师的净土啊 等等 然后如果是佛的这个化身的话 那就佛的化身呢 那他是 他是这个出现的时候呢 他也不是有个上一世什么的 他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从佛的宝身当中呢 就是为了度中生这样出现 那最后度完了以后呢 也就是就融入到宝身啊 当中啊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 去除 也没有什么赖处 就菩萨呢 大菩萨呢 比如说八地菩萨 菩萨有的 菩萨跟众生是 是是一样的 要轮回的 只有佛是不一样的 就是所有的世界上的众生 有情众生可以分两种 一个是众生 一个是佛 那菩萨就是属于是众生 所以就是他是 他是要流转的 好感谢上师 今天没有问题了 好的 那现在我们最后大家来回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